大家好 欢迎来到陕西美厨娘 我今天给咱们做一个传说中西安最黑的料理 露脂凉粉 这个露脂凉粉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也非常独特的 我相信出了陕西别的地方吃不到 所以呢 这个我一定要把它留下来 我可以这样说 如果你到西安没有吃过露脂凉粉 就不算到过西安 所以我就是希望今天把它展现出来 相对来讲 程序比较复杂 但是非常有价值 咱要不然做不做 咱要做就把传统经典的方子给它留下来 露脂凉粉最重要的是凉粉 这是我今天早上刚做的 这凉粉要榨做呢 连接大家看上面 必须要做成这样子 看没有 多劲道的 咱现在来切这凉粉 看 我这个是一份的量 这个呢 就切成条条也行 小方块也可以 我呢 就把它切成小方块 便于大家看 一会儿吃的时候也好吃 不那么狼狈 但是你这凉粉一定要做得紧到 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妥妥摸 前面给大家讲过 榨做妥妥摸的 同样 连接 我把它都放在那个视频说明里面 我把它都放在那个视频说明里面 这个香料水 这个香料水是贯穿整个卤汁凉粉 它是露汁凉粉的灵魂 说一下 这个小茴香的量比较大 生虾就是要晾散歌 看没有 放到一个锅里头 这个要倒这个水 这个水的温度非常的重要 普斯凯蒂 80度左右 非常重要 就这样抛着 水倒好以后呢 就盖个杆 把它蒙着 看一下调料 第一个 蒜 这个酸一定是酸末 量很重要 只是取它的一个味儿 两三瓣就可以 芥末 就是咱小时候吃那个黄的 那个土芥末 芝麻酱我们一会儿要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料 在这个露汁凉粉里 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我们的所有 你刚才看到的调料 都要用这个大料碎来搬的 拿这个大料水 把这个酸先搬一下 酸末 看没有 泡 让这个里头 蒜里头充分的 侵入这个大料水的味道 我们来弄芥末 同样的 大料水 往这里头弄 那为啥要用咱过去这个芥末呢 这个芥末 就是非常温润 芝麻酱 同样的 要用咱这个大料水来调 好 一垫垫放碎 不干以虾弄的 以虾弄的太多的碎 不好搬 我跟你说 这个芝麻酱一定要搬匀 你就要不断的这样搅 让它里头没有疙瘩 这个搬到啥成都呢 叫这样 看没 这样就可以 露脂是露脂凉粉 最重要的 灵魂的灵魂 第一 你一定要煮一个牛肉汤 可以是牛骨 也可以是牛肩 也可以是牛腩 不管是啥 只要是牛肉汤 一定要用牛肉汤 你说 我就不行 我用个鸡肉汤 那么也没有办法 但是 正宗的 必须是牛肉汤 你实在不行 抹死碱猪汤 没有问题 你也可以 唯一代替的 你可以买 超市有卖那种 organic的牛清汤 咱要打蛋花进去 所以呢 要一个生鸡蛋 一定要放牛油 你说 我没有牛油 方煮油行不行 这个牛油 你可以是 你煮的牛尾汤 牛骨汤上面 撇下来的油 也可以 本身卖纯的牛油 我发现一个 非常好的东西 这东西 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一个 中东人 时常用这个 我也是 咱们一个网友那 看到的这个东西 我买了非常的好 你就是做电信 它也比黄油 不知道耗多少倍 下面一个东西 就是水淀粉 咱们必须要用这个 来做卤汁的 OK 我们现在开始做卤汁 第一步 把那个牛肉汤 烧开 转小火 放盐 如果你做牛肉汤的时候 或者你买的牛肉清汤 里边是加盐的 你就少放点盐 我这个是白的 所以多放一点 放一小勺 五香粪 好 这个是必须要放的 半勺鸡精 为了提鲜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尝一下咸淡 好 我把它煮开 让它全部 这个调料融化在里头 看没 转中小火 开始勾芡 我跟你说 这仨事情都是不能豁达 刀 好 一垫一垫一垫 等着苟签 就跟做打卤面的卤一样 因为火不大 你看它就不是大鱼眼泡 是小的泡泡 你看没 干太稠了 所以你要一次一次慢慢夹 我跟你说 这鹿脂凉粉 绝对是 不但是黑暗料理 是功夫活 OK 这个签差不多了 好 下面准备打鸡蛋花 一定要转小火 倒一垫出来 看没有 不干倒太多 看 看没有 就一点点 看这个花出来了 没有 看没有 丹花出来了 这样就行了 所以你一颗蛋 我告诉你 就是一滴这个鸡蛋液进去 就出来这样 好 当然基数稿 肯定比那只辣的更稀 但是 你家庭 你能做到这样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好了 妹吧 这样好了 最后一步 就是把咱刚才这个牛油 放进去 妹的恨 必须要弄好 这个鹿脂 咱就做好了 你看多了点 看看 这就是咱很安料理头的 最很安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卤汁 这个鹿脂凉粉 好吃不好吃 就在于这个鹿脂做的好不好 这个是纯牛肉糖的 我再讲一遍 这一步不能投烂 你投烂做出来的味道 就不一样 妹吧 先看好 咱准备做这个凉粉 摸 摆开 像 这个里头的摸 要摆多大呢 就是 指甲盖这么大 就行了 为啥用鸵鸵膜呢 因为鸵鸵膜是发面的 这个非常重要 不要弄个四面病在这儿 露制凉粉 最低一层 就是摸 摸 摸能好以后 第二件事情 就是把咱 切的凉粉 倒上去 皮蛋 露蛋都放进去 下面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这个做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放东西的这个顺序 第一步 露纸上来 这个是咱的那个咸单的关键 这个卤汁底下 你看它要多一点 因为它要把膜也要抛上去 第二件事情 放酸 这个是看着你的口味 第三个 就是咱的芥末顺 你闻到这个味 现在开始穿了 没看 来一点 多来一点 下面 咱呢 要放一点点香油 一点就行了 轮一下 对吧 栽解着咱要放粗 你要是喜欢吃粗的人 就多放一点 下面 另外一个中点 芝麻浆 就往上淋 没看 快看 就是很安料理 最后 油泡辣子 必须要放的 先放油 先把红油给连一圈 看 下面 弄一单子辣子 这一碗 露汁凉粉 就能好的 这个露汁凉粉吃的时候 要一层一层吃 所以稍微和一下 不要和成一个的 味儿都进去了 都成了一个味儿了 先来一块 看 这凉粉 粘点 没吧 先尝一个 这一块 基本是辣椒 和芝麻浆的味道 再往下碗 你看见没有 摸出来 这个再尝一口 这一口吃到是芥末的味道 醋香的味道 嗯 我又吃到蒜了 你知道吧 一层一层的 来个皮子 你肯定没吃过 松花丹是牛肉汁的味道 妹吧 所以就要这样 一层一层 从地下讨着 让上面那个味道 一层一层滲下来 厚吃的恨 我跟你说 这叫啥 这叫天堂 我跟你讲这芥末香 和想油的香 还有芝麻的香 各个分不同层次的 蒜香 辣子香 地下咱这摸 尤其这摸好吃的恨 你从来没有吃过 这个牛肉汁在这当中非常重要 所以我跟你说 你坚决不能投烂 嗯 尝一下咱这卤蛋 这卤蛋 这卤蛋让牛肉汁再一泡 就成为另外一个味道 老外 丹萨斯顶放gravy 和咱这鹿纸擦怨脸 我跟你说 最后的话 我要说一句 在我眼里 这是非文化遗产 一定要把它削下来 我也不知道 我能做多久 这些陕西菜 反正我把我做完的 就不做了 真心希望 把这些菜肴留下来 传下去 成不成忘红抹掉一死 但是 这个一定要留下来 太有意义了 再来一扣 啥啥凉粉 全部 全部都被咱里 露制凉粉 妙撒 露制凉粉 在所有的凉粉当中 绝对是C味 它丰富的层次感 你不要看这 不要看这 你觉得瞎人的恨 所以它为啥叫黑暗 就是因为它的撩太丰富了 口感太丰富了 这个 善喜人 请你 求你 一定要把它削下来 把它流传下去 OK 就这样 没的恨 再来一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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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